截止北京时间1月24日零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已累计确诊652例 死亡17例 其中湖北、广东与浙江为疫情重灾区 死亡病例全部来源于湖北 1月23日凌晨2时 武汉市防疫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 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 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湖北政府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 只为一个原因 就是最大限度的防止疫情的扩散 而在疫情的扩散传播中 最应该防的就是超级传播者 超级传播者这一概念 出现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把病毒传染给10人以上的病患 被称为超级传播者 而在非典爆发期 曾有一名患者将病毒传达给了 高达130余人之多 所以超级传播者的破坏力之强 让我们堵得不防 那么如何去防超级传播者呢 周南山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给出了一些建议 他表示 对于超级传播者 首先还是要把隔离做到位 你听着传播一直在发展 病原体不断适应人体环境变得越来越强大 超级传播者就有可能产生 现在广东发现的病例是第二多的 但在避免二次传播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一旦发现患者就隔离 避免二次传播 产生超级传播者 周南山还提到 在应对超级传播者 需要做到的包括 出现以后能第一时间发现 发现后进行更严格的隔离 和特殊的医疗照顾 他表示 非典时期往往是患者传染了很多人以后 才知道他是超级传播者 现在已经有一些办法 比如说不断地监测 这些患者的下呼吸道病毒的负荷 如果负荷一直很高 他的传染性可能就会比较高 这方面技术已经做到了 通过加强研究 能够早期发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也认为 非典时期留下了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当时我们发现老人有慢性病的患者 被感染后发高热 这样的患者成为超级传播者的 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当时出现超级传播者的场合 没有得到很好的防控 如果完全防控到位的话 也不会出现超级传播的效果 因此超级传播者的出现 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要是能及时防控的话 也许他就不会再出现了 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我们不希望他出现 但他真的出现了 我们也能防控 据专家推测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爆发期 可能会出现在2月10日左右 TVG希望各位小伙伴 果断采取防护措施 将病毒拒之门外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消息 我们将会为您持续关注